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現在聽的是三藩市中文網上電台 Open Sky Radio 以下內容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純屬嘉賓主持個人意見 集合海外力量,改變旧有景象 由人民力量三藩市灣區候會會 Open Sky Radio 香港人網及My Radio 共同聯邦 海外同盟之言 金山起義正式開始 香港區議會選舉 三藩市在香港區議會選舉後 隔幾天有一個公職人員和提案的選舉 那我想問大家有沒有投票 有 投了 投了 我想問 剛剛結果出來 是的,我們終於 在一百多年以來 第一位 亞裔民選的市長 李萬元 正式已經贏了 其實大家覺得 現在 在我們三藩市 美國的選舉 大家看看 和香港的選舉 大家覺得有什麼分別呢? 最大的分別 最大的分別 我可以投了 香港人不能投了 我們正在選一個民選的市長 市長當然就是我們三藩市最高的行政首長 對於我們這個市場來說 那是經過六萬多票 選民去選出來的行政首長 就不是千二人 那 這是最大的分別 我覺得 這個責任 選這個行政首長出來的責任 其實 一定要是在人民身上 他 是為我們做事 那是應該 代表人民 而是要人民支持 這個是 李孟然是 這麼多個候選人裡面 一開始他的民望 都是領先 領先到百分之五十多 即是空前絕後 沒有哪一個候選人 電視台的民意調查 可以領先超過百分之五十 即是李孟然是很厲害的 那 要看一件事 就是說 這個選舉 其實 投票率偏低 是的 為什麼呢 那 我又會這樣看 引用我開頭 Tio 問的問題 習慣了的東西 是否可以接受的東西 我們在西方社會 我們在西方社會 西人 當然外國人是主導 現在無緣無故有個中國人做市長 作為外國人 他當然是不習慣 他不習慣 他不會接受這個事實 那他就不投票了 所以 我會這樣理解 因為對上兩屆 對上一屆的市長是一個白人 對上一屆市長是一個黑人 黑人 那其實這兩個民族 都在美國裏面 都算是majority 而亞洲人指率真是去到第三 那這兩個 都不是第四點 其實 這兩個majority 那 對於市民習慣那件事的所謂認受性 其實只是一種習慣 他們的認受性會比較高 對於亞洲人 做一個這麼高的職位 在這個majority裡面 他們不會習慣 所以是不會接受 那除了1200人 vs6萬多人之外 其他嘉賓有什麼感覺 或者個人意見 我想補充一下 剛才Dark說的那件事 我覺得選民不投票 是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是因為他一出來 李萬元一出來 李萬元一出來 他的支持度已經這麼高 是令到選民覺得他們 他們投票對這個結果的影響不大 所以他們的投票意欲就會低一點 當人人都覺得你贏硬的 都不是我做 那大家都不做 那個 為什麼他會這麼高 因為他 因為他一月就被選了 即是那個議會就選了他做 代替市長 因為那個市長呢 上一任市長已經做了副州長 所以那個委員就空缺出來 所以那個市議會就委任了他上去 之前他也是做City Administrator 即是好像 市副經理 即是有 給我來說 李萬元一有一次曾任權 即是做到公務員做了這麼多年 這樣就降上降 讓他做了行政長官 那到選舉當然是有優勢的 唯一那個問題就是 但是呢 三藍市是一個 就是左右派的社會 其實呢 他是比較左一點的社會 但是呢 那些中間派呢 就很受歡迎的 李萬元呢 就是其中一位 是一個中間派的 而其他那些呢 上次選舉 是有十幾個候選人的 除了那個李萬元之外 還有幾個華裔 那你有這麼多人爭那個位 而他那個投票方式呢 你就可以選一 你頭號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那個候選人 你不只是選一個 你可以選三個 那 那 就是對我來說呢 就是對於選民來說呢 就真的很亂啊 所以他為什麼李萬元始終 他坐了一個位 中間派是有優勢的 那一個問題呢 來 香港就說 幾個出來選區議員 還有那個黨出來選區議員 兩個爭 拉不了票 但是三藩市來講呢 那些民主黨的世界 都這麼多人出來爭 為什麼沒有人說拉低了票呢 沒錯 因為 在這裡呢 就沒有分黨派 黨派的市議會 不可以有黨派的 其實都有幾個共和黨的 但是你三藩市始終都是 是民主黨的 的 頭號地方 唯一呢 還是阻礙過民主黨的 就是很多人都是 阻礙過民主黨的 說明是美國民主黨 不是香港民主黨 是美國民主黨 所以 為什麼有其他人 就是很想選 但是那些大財團呢 尤其是你的市中心 那些大公司啊 就是要選中間派的 都是民主黨 但是中間派的 所以 他那些 他那些集團呢 就站在一起 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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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些更加左的 他真是很抗拒 所以為什麼 尤其是有十幾個 撐到位 紐蘭 以這個選舉方式 好 我想問一下Rex 因為我知道Rex 其實他從澳洲過來無奈 而已 那 你又經歷過這麼多個地方 澳洲 我想你屬於我 三法治 我想我屬於你 那 你剛剛經過了 那 澳洲又不停選 美國 又不停選 那 其實你覺得 你在三個地方 你覺得 在這三個地方 你覺得 選舉 對於你來講 有什麼分別 還有 你覺得 哪裡會好些 我覺得在澳洲 就比較簡單 主要都是 只有兩個大黨 都是 隨便都是 兩個選一個 然後 通常都是看去年 那個做得不好的 那麼 下年就 選另一個黨 所以就 沒有香港那麼複雜 說 爭取民主 還有在澳洲 一定要投票 就不是說 這裡的人 這樣 投票率 澳洲你不投票 就要 罰錢 蛤? 這麼糟糕啊? 所以你去旅行 去 我覺都要寄信 回去投票 哦 那就是說 澳洲那個是 對 但是美國 是比較自由一點的 但是 你剛剛看了 那 你又覺得 我知道澳洲 我想應該會不會 沒有說太多 Chinese 就好像唐人 都 都多 但是 從政的多不多? 從政應該沒有美國 美國那些都是 我看是 就是 在這裡可能很 二十幾三十年的 才是 在澳 在澳洲 就 普通的唐人區 那些都有 嗯 其實你自己怎麼看 第一個民選的 亞洲 亞洲 中國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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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裔的市長 那你其實覺得 從你來講 你覺得是好事還是壞事? 我覺得 沒有分別 沒有分別 你又覺得沒有分別? 因為全部都是民主黨 所以我一個人上去代表他們做事而已 OK 好了 那 那 其實 那我上去一樣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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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個黨主事 他自己欠不到主意 那我借共和和民主 對 兩個黨 那不跟香港馬來西亞七角那麼聯絡 那 那 別說 你怎麼說 你 你真的六萬幾票選出來的 是啊 不是12 不是12人選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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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100人選出來 不是100人選出來 那你起碼是代表了六萬幾人 至少他始終黨內 都是要爭取你的 就算是民主黨的天下 兩個人都是民主黨人,他們都是要用選票去爭那個話 你都是真的經過選舉的洗禮,你真的要做到事 人民真的會見到你做到事 他真的才會去投你那一票 你不是說說,說就天下無敵 但是去到真的做過往歷,對上一任的市長 二十多三十歲的年輕人,滿腔熱誠,我也有投他票的 但是說就多過做 他其實的目的就是要去更高的層次 但是反過來,李孟然為什麼他會受到歡迎 就是他去做實幹 即是他有實際成績出來 那你才可以有這麼高的民調,這麼高的選票率 他是贏對手幾萬票 第二,那個是只有二萬幾票,他贏四萬幾票 那這個,又是不要在數字上 因為純在數字上贏整條街 那你要深入一點看,為什麼他可以贏整條街 那你要得民心的話,你真的要 有成績出來 有成績,你真的要有實幹 就好像香港那些區議會選舉 所謂的地區事務 即是你真的跟我爭取多枝街燈回來 那我才看到你真的要做事 不是,當然 不是掛過Banner成功爭取 又叫成功爭取 是啊,你不是掛過Banner成功爭取 那你爭取了 你真的要 你起碼 好像玉文 我選你玉文進去的就是叫你訂招 那訂完招 就有一千元他有金 三個金 那同樣地,你好像這裡 現在起碼多了很多roadwork 你建立的那班人真的多了工作 還有他有很多議題 是真的可以幫到這個地區去減低他的財群 即是可以幫到民生 那你那些不是香港講白話的嘛 那這個議題 還要你真的經過選民去支持 去投票支持你的嘛 不是香港的代議政制 讓你尊貴的議員去贊成那個提案 你尊貴的議員贊成 不代表我會贊成的嘛 這個是代議政制的漏洞來的嘛 簡單點 用我講的出口 是暗糕的嘛 這件事 即是不應該是代議政制的嘛 那你代議政制的時候 我雖然選了你尊貴的議員而已 但是你現在上到去 你反過來 什麼都不做 甚至乎可能是做 跟我議員相反的事情 那我娶你不像的 我引你四年 那這個是不合邏輯 不合理的嘛 那去到要投票 其實是很純粹個人利益 這個是沒得談的了 你那個公職人員 是不是真的幫到自己做事 這個是你自己個人利益的嘛 但是當然 他在做的事 是為了大 大眾去做的時候 那他的認受性會高 哦 那其實 一句說完 美國選舉就公平些 起碼真的是一個公平的 公平公開公正的選舉 對啦 那香港始終都是 還要很長的路 才去到這個階段 是不是這麼說呢 雖然 在美國 很多 很多職位 也都可以被人選的 但是個弊病 就是呢 在美國呢 你可以賣 你可以賣 電視廣告 都可以的 在香港其實是不行的 嗯 你一定要很大 背後很多錢 金主 是啊 要很多金主 才可以成功爭取他的議席 你在香港的 你可以有 就是某一些人 甚至貴司傑啊 那些人 可以就 就是 都可以 算一算 可以低票 沒有了保證金 但是 亦都可以在那個 電視的論壇可以亮相 你在美國 你真是 你是沒有錢的話 你連報紙 都是 都是不理你的 你可以低票 選都好 但是你始終 那些 你 除非你真的很勤力 就算你勤力 你也是不夠啦 你也是要很多錢 去買廣告 所以就很難 你要靠很多金主 所以這個 美國那個政治的問題 但是 那些政客 就太靠金主 跟從他們的意願 這個是 無可避免的 周圍都是的 周圍都是的 和人家民建源 蛇齋餅種 那些都是一種 政治洗路 和你去賣很多廣告 洗樓 派宣傳單張 其實全世界的選舉 的政治 其實都 萬變不離其中 那些手法 是一種表達手法 其實就是宣傳 那你錢多 你賣得行廣告 那件產品 一定會爆的 但是你用下 那件產品 原來是不耐用的 你自然就不會買的了 那你選 那你選 那時候 你用幾多口號 用幾多錢去宣傳 但是 到頭來 你是做不到事的時候 你一樣 是要被 彈劾 甚至乎 就算不彈劾都好 四年後 你一定做不到 那你就是說 好像大隻佬那樣 是啊 好像大隻佬那樣 都是選民的質素有不同 OK 就是在美國 你的選民質素 是和香港是有大分別的 你在香港 那些人是比較注重你 即時的利益 譬如你受了一些 那些石煙 齋驗 那樣 那你就會覺得 你感激這個組織 或者感激這個人 而在美國 他們是比較看得清楚一點 如果他們是做一些很短期的 他們是做一些很短期的利益 OK 他們是 即是 那些選民是不買的 即是你做的事情 如果是影響到他們長期的利益 和影響到他們短期的利益 他們是會懂得分別 其實這件事情 雖然是對我短期是有利益 但是它是傷害了我長期的利益 他們就不會投這個人 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最大的 香港和美國的分別 就是選民的質素 即是 你這樣說 即是 選舉的成熟度 和選民的認知度 和選民自己 對這個system 即是選這個system的trucks 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可以的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我支持選民 為什麼我支持人民力量 因為我們人民力量 在兩個運動裡面 在五區公投和追擊民主黨 我們最主要的目的是 教育我們的選民 令他們更加清楚 這個選舉 為什麼我們需要選舉 為什麼我們要懲罰這些 這些 即是 欺騙選民 對 欺騙選民的政黨 那好吧 今天真是很開心 跟大家 這麼多位網友 談了關於香港 因為我知道 各位網友 都是關心香港的時事政治 因為大家始終 怎麼覺得 大家都在香港來 大家都在香港出生 關心香港是應該的 那麼我呢 希望呢 未來將來呢 又有機會呢 繼續和大家 每個月可能 不知道的 或者有機會 可以下次再 大家再談一下 其他一些 香港的topic 等大家都 和大家了解一下 我們這裏 沙凡市 我們華人 即是 我們香港人 在這裏 見到這裏的local市 是有什麼意見 那麼 很多謝大家 今天來這個節目 謝謝 謝謝 拜拜